欢迎在此观看旧明明新闻 在中国当地时间2月14日 当地官媒央视网 在一份报道中原影 南京信警方通报提到 当日13时28分 有人驾驶一货车在三城镇路上上任 造成三人死亡 九人受伤 目前 受伤人员已送医院的权利救治 战互生命危险 造势者已被控制 事件原因正在调查中 战后工作已全面开展 不过针对上具体受害者人数 当地网友有不同看法 同日在社群中发文提到 南京 刚刚一个报复社会 开着货车一路撞人 见人见车就撞 年撞89人 死的死 张特桑 从苏乡门地 开往中山桥 撞到爱琴海红绿灯 三城从早市撞到虎美 多撞了30多米 在第一段现场视频显示 监控显示时间是2月14日13点28分34秒 一辆白色箱子卡车正在加速全境 途中一位正在行驶的电动车司机 巴巴地被撞倒了 也没有解速或停止 直接悲驰而过 留下受害者和受害者的电动车倒在现场 第二段现场视频显示 在一个红蜜的斑马线一段 有人倒下 几名衣服人士正在失救 有数量不等的民众回官 在第三段现场视频显示 在一条许多车辆飞驰而过的马路上 一个男子在暗前在主要 很焦急地拨打电话 从视频的音音来听 推测是这位好性人正在呼救 准确的目的不知 因为对方使用的是当地方言 不能被清楚听懂 同日中国的另一家媒体 实际视频 在设计平台微博上发布了相关视频 在该天文的评论中有网友提到 网友A 怎么回事 不会不是不能报复社会了吧 网友B 听说这是抢的 吸毒的 不知道 真假 网友C 报复社会 网友D 千刀犯刮 死不足C MLD 后面是问候母亲的词汇 网友B 好可怕 就这么碾压过去 我都觉得痛 网友F 记录我最近的撞车点 多次组的一次就600多米 我们这下午开始的头条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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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